她媽媽就中了一封 她就拉我上去做探 探病的時候 Susan就直接介紹我 那就是她的男朋友 但是她應該早點跟我說 因為那時候我還帶著結婚戒指 歡迎收看港男港女我是Hanky 我是Mika 你為什麼要 我只打到自己 我是Mika 只打到自己 是 上次重哥的故事 就是有不錯的回響 重哥就告訴我 原來她有下半集的故事 即是她還沒說完 即是後來是有後續的 那跟我們說回 她也很感動 即是她自己看了我們幾百集的故事 四百多集 即是她已經看了四百集 都不惹小 每集都半個小時 繩一繩四百 她是忠實的粉絲 是的 她起碼最少花了二百個小時在我們身上 人生短短 人生短短 有二百個小時 是的 她就說了她下半集的故事 完完整整地去呈現 OK 我們就請她出來 她的故事 等下她再說 段落大意就是她和一個妓女發生了感情 瓜葛的故事 那她本身已經是年紀不小了 亦都相當成熟的年紀 但亦都結婚了 但就遇上這個妓女Susan 好 松哥在這裡嗎? 哈囉 又是我 又是你 說完下半集 我上次就以為你和Susan那個妓女 雖然她離開了自己的職業崗位 但是你似乎和她都沒有什麼可以發展的地方 那為什麼還會有後續呢?慢慢說 上一次說完之後 我一直都有和你來往 我亦都有因為內疚 是對我老婆好了 那這一年我都買了一些比較名貴的手袋 還有一些比較名貴的東西給我老婆 這個補償更加補償是你自己的心理 是啊 你老婆不知道的嘛 但是她會覺得 有些女兒可能會小條筋那些會 但是比較敏感一點就會覺得 這個就是很多父母 我虧了我子女 可能婚姻失敗 又或者沒有時間陪她 回來就買很貴的禮物給她 就是給物質的補償 但是其實小朋友不知道的 她沒有比較 她不知道自己其實失敗了什麼 但是爸爸或者媽媽 她這樣做是補償自己的心理損失 那你對你老婆又好了 買名牌的東西 那接著呢 那我講回阿富臣 就是 到現在我們這麼多次的來往 其實對大家的了解是深度的 我也知道了她多麼多東西 那當初的確是找一個長期範票幫她保一下 那說到這裏我就順便說一下她的背景 阿Susan的背景 她之前有個男朋友就走婚輪界了 但是她就分了手 在27歲呢 先入行做小姐 你知道做小姐一定看到很多不同的男人 那加上她之前男朋友差不多結婚又分手 所以她對男人是沒有什麼信心的 然後呢 在疫情之後 那所謂做小姐就沒有以前那麼好運了 嗯 因為可能經濟差了 而有時候就就算有黑人呢 你也知道 也會選一些比較年輕貌味 還有現在很多那些暑假的時候 有大量那些學生妹會出來做暑期工 哦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暑假或者假期 有學生妹出來賺食的 那就會競爭了她的收入 哦原來二十幾歲已經很大的競爭了 真的很慘 這行應該可能真的 但是那些所謂那些什麼不孤 那些都有一段年紀 她們都賺到食了 那她男男會跟你說的嘛 是啊 這樣也是 哇很慘啊二十幾歲 那二十幾歲叫年紀大 那全部都是十幾歲才叫色靈 其實應該 哇 你要問你們男人 為什麼你們永遠都喜歡十八歲 真的漂亮一點 青春可人 那就是啦 因為我們祖先的基因告訴你 你不要再賴祖先 真的祖先告訴我 要不然我怎麼知道 我不會知道的 這些一類型的女人十多二十歲 她們的生育能力最好 要搞搞這些 你現在又不是要找個跟你生育 但是沒辦法 早才這樣說 是的 然後呢 好了 所以她就很 二十幾歲開始發覺自己沒有什麼 競爭能力 因為你二十七歲入行 現在都 兩年後都二十九三十 很難找到 是嗎 那所以她就對我提出了一件事 就是她想不包養她 她想你包養她 她開聲這樣說 她上次的 她是很直接的 所以她就提出了 那當然我是拒絕 因為我有老婆 我還有兩個小朋友 我以為你拒絕的原因是 你不包養她都一個禮拜見兩次 包不包養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包養那個成分就差很遠 就是真的是幣頭家 哦 還有包養的話 就是有利有幣 包養了的話 我的責任就大了 第一個我金錢的付出一定大了 包養的話 你家裡的電費都是我交的 不單止 就是 她有沒有說多少錢 是啊 包養就已經幫我幫她交租 我幫她出生活的支出 她所有的東西都是我付的 那大約 一個月很多 兩三萬 一個四五萬 我不是 錢這件事就不太重要 反而就是我會怕自己回不了家 玩到回不了 不懂回家 所以就不敢說去包養 不敢直接答應她包養這件事 還有包養 但是我剛才說有辣又不辣 第一金錢付出大了包養 你責任多了 雖然說一句 你家裡 看她塞了 都是我幫你的 那 但是就 你佔據這個女人就會完整些 因為她沒有包養 她可以有自己的男朋友 但是我包養你 那 somehow 就雖然說一句 你遞屬於我 但是 如果她是你第三 即外面那個女人 你會關心她是不是完整的嗎 是不是完整屬於你的嗎 都關心的 都關心的 對我來說是很不同意義的 即男人要分得很清楚的 是 即只可以我獨佔 不可以別人獨佔 現在我包養這個Susan 我就不知道拿四皮東西出來 她媽的有一天我上去 然後她有個男人在她的床上 怎麼可以 為什麼不行 你也有個女朋友 你也有個老婆 但是這個我給了錢是一個 commitment 你說包養的話 對 如果沒有包養你就OK 是我的嗎 對 沒有包養 我自己覺得 我不知道崇哥怎麼看 其實我自己 我跟你看了 丟好是怎樣 我一開始跟你丟好 在SP關係 大家可有可無 那你有另一個合理 OK 一起來 一起可有可無 我沒有問題 嗯 我是想SP的 我是不想包養 即是不想 沒有所謂 我是怕自己 回不了家 對 我怕自己玩到回不了家 那你拒絕了她之後 她有什麼反應 她是有一點點不開心的 但是她這麼有經驗的女人 她不會表露出來 她明白的啦 下一次又再提出 所以我們經過了幾次的角力 就好像Hanky這樣說 我們最後是達成了一個公式 是我幫她做連水電門 其他人是她自己 即是包大半 那她有沒有說 這樣的狀況下 她就不可以認識其他男生 還是無所謂呢 我只是包水電門 不包我的生活費 所以我還可以認識其他人 我一直這樣想 因為我不是想佔據她 她一樣是樂心會做事 即是她一樣是工作 一樣是會做事 是是是 是的 我唯一想像不到就是 我 即不是我老婆 這個大陸 也挺喜歡的女人 是是 她在Club裡做 然後可能遇到不同的男人 我只是說你們男性 會不會覺得很不舒服 我想我應該有一點 但我感覺從那個 好像沒什麼所謂 我不知道 可能她沒有表露出來 是吧 你關不關嗎 即是你這個女人 其實每晚都要跟其他男人上班 在辦事 就真的對這個女人 是 的確我對她有一點 但是 我不是真的愛她 我不是真的喜歡她 所以 而且我經常下級的 所以 我看這些風塵女子 其實 我覺得 我已經看得很快 女孩子很難做到這件事 即時間 尤其是時間 累積越長的時候 你就會投入得越多 好了 從哥 那你呢 你就答應了她 包她 租金 水電煤 應該都相安無事 後來又發生了什麼事 是相安無事的 那 我們這個 所謂的包養 就 維持了半年 之後 就好像Mika 剛剛這樣說 就是 我感覺到她 是有 對我開始動心 我都說女孩子很難做到的 時間越久 你投入時間越久 你就越以來 發生什麼事 長長到來 快點 就是 有一天 她早上定音 就 打給我 就說 她媽媽 就中了福 她媽媽 她後父 就住在大陸中山 她就馬上用 即Susan 就馬上用最快的福 就搬到中山 那 我自己都年輕 我也很清楚 二十多歲的時候 遇到這些情況 是有多麼無座 有多麼六神無處 所以我就不停地跟Susan聯絡 就想知道她媽媽的情況 然後 我也幫她去圍圓堂 就買了很多她媽媽會用的藥物 就即日再寄上去給她 就是 周而復始 我天天又不停地關心她媽媽的情況 然後 我每到星期日 我又會再一次去圍圓堂 再補給一些藥物 去到某個點就是 我會有少少空閒時間 然後 那天我直接就拿藥物上去 就去醫院門口 就遞給她 嘩 即是你去了中山啊 是 誰知道 誰知道 她就把我拉上去 去圍圓堂 那探病的時候 Tusan就直接介紹 我 那就是她 配男朋友 那我猜 當時Tusan是想 沒有人家開心 你知道 會對病情好些 即是 突然有個人在這裏 沒理由不是男朋友 那我都OK的 但是她應該早點跟我說 因為那時候我還帶著結婚戒指 好像拍戲一樣 幸好她媽媽看不到 噢 Shit 是 接著呢 貪完病 她媽媽都頗開心 而且身體都OK 我就陪Susan去吃飯 是 那我問她 為什麼這麼突然 一抓我上去探病 我一點準備都沒有 那Susan就跟我說 其實她有跟她媽媽一起過 那我就 一念就疑惑 我就說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那之後她就說了一大論 就是 她就說 我呢 這麼誠實 告訴她 我有老婆 有兩個小朋友 而且她都知道 我沒有可能 是對她認真的 她都承認當初 對我 是有一點點好感 但是發現 和我沒有將來的時候 呢 人是會向現實那方面 她讀書不擅長 也都沒有一技之長 找其他工作是有難度 收入也都不夠開始 做小姐 又開始年紀大 就有點吃力 所以她當初的要求不是很多 就是幫她交租 也不用每天去陪她 她上班 她上班 也有工作 也開 沒有工作 也做兼職 然後她也有上課 學下化妝 因為她想做化妝師 所以她覺得 她覺得 我給這個價錢是合理的 就好像等價交換 但是 因為我這個星期的這些舉動 就令到她很感動 就是 本身 就是 我跟她那個 心 就是大家心底去明白 就是 那些關係 是 維繫在錢上面 是沒有愛的 但是在這個星期 我 我做 既然 我對她媽媽 關心 關懷 那些 就比起她以前的 那些 所謂全職男朋友 所謂蠢老公 有個之義無不及 最後還補多一句 就是 你成功了 你成功令到外上有來 嘩 Susa這樣說 是啊 我真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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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放下 我的腦子 空打一片 然後 我的腦子突然 突然 彈了一句句子 就是 混蛋 就是 她的關心 不是因為 我想靠好她 不是為了什麼 是因為 我真的 跟她差不多年紀的時候 我都經歷過 我老大 過身 所以 我不想一個 和我 這麼有 淵源的人 這麼無助 所以我 才出手 我覺得 未必的 我覺得 阿松哥你未必 純粹是 你現在說 自己 我不是因為愛她 或者想追求她 所以才這樣做 我自己覺得 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世界上 好像Susan 這樣的案子 二十幾三十歲 母親中風入院 有很多 你這個地球 千八萬都不幫那些人 但是偏偏幫Susan 因為Susan對你來說 是一種特別的意義 你明白我意思嗎 你不要再說服阿松哥 真的 真的 我認真有時候覺得 男士們的 那些叫什麼 心軟 或者可能 你說的感同心秀 我覺得你要想清楚 因為我之前遇過一些朋友 她太心軟了 對每個女生都是這樣 就好像你這樣覺得 哎呀她當初這樣 我也是這樣 所以我想幫你 嗯 你就很容易令到別人誤會了 她就以為其實你不只 老實說 我媽媽有事 是不是又幫我買些藥去中山 阿松哥你未必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我爸爸在家裡這幾天都很痛 你過來探望她 你不是的 我看你的樣子不會 所以Susan對你來說 都是別具意義的一個女人 你才這麼瘋心瘋心 剛才你一說去中山拿藥 我和Mika拼了嘴 一般人不會這樣做 那個感覺是你都著緊 她的感受 所以才會去到有一個行動 那種感覺 不是Susan進了醫院 Susan媽媽在醫院 是啊 是中山的醫院 你這些 就是愛屋及烏 這樣才悶心悶命過去 所以 嘩那一刻聽到 我都想有點愛上了你 你明白嗎 我都有點感動了 哈哈哈哈 是啊 不要說Susan 是 那當然是哭了 我覺得如果我是Susan 我應該都抵當不了 是 因為這個moment最脆弱 好像她這樣說 你六十無主 有沒有人幫到你 有沒有成 好像有一個人可以依靠的感覺 是啊 當媽媽出事 她誰都不打電話 哭著打電話給重哥 其實很明顯 重哥你是她的唯一依靠 重哥我想你心底裡 多少都是知道的 我就是她唯一依靠 現在她有事了 我就要擔起這個大喜 肩負這個責任 挺起愛空堂 立刻幫忙 出心 出力 出錢 去幫她 然後呢 好了 不小心地俘虜了她的心 現在 這麼成功 我當時 不知道怎麼回應 就是 之後我就 我沒有去回應她 然後輕輕地 找其他人說 就當過了她 對 很心痛 因為我是個女兒 一定覺得 我知道你什麼意思 一定 我是不是會錯意啊 重哥 我覺得她都知道她不會 但是 你那一刻不接球 是會好 所以我 Susan知道我得不到我要的愛 我雖然愛上了重哥 但是我不會得到重哥的愛的回應 或者是某個身份 然後呢 你轉話題 然後 跟著 就吃完了 那一刻 那一刻 就沒有回到她家 就是沒有回到她那邊的家 她就跟了我回酒店 就是 就是 發生了關係 嗯 你那個人都OK的喔 別人的媽媽躲在醫院 然後你跟別人發生關係 這刻 這刻我 你就覺得她未必愛她嗎 不是 男人我明白的 愛不愛都會做的 那你剛剛說的是什麼 你剛剛說的 女人在這裡 是不是很想做呢 因為她 她對她 升了個級別 就是 她原本都想著 她是功能性的角色 就是 給一下錢 然後 少少SP 但是 你現在的感覺 在我心裡不一樣 所以做了一下 的感覺 應該都是不一樣 所以很想做的 這一刻 女人應該很想做的 即使我媽媽 在醫院 頭髮血流 我猜她媽媽現在穩定了 她還可以抹大眼 跟她說話的時候 她應該可以的狀態 是 所以女性 OK 那 那晚你們 是很有默契的去開始 還是她撩你還是怎樣 是她的 但是我們都叫她有默契 她沒有回家 反而她跟了我回酒店 其實好像有個 大家有個共識 但是好像Mika對剛才所說 在這次的性愛系 尤其是對女生來說 是有不同的意義 有升級了的意義 那對你們的體驗 會不會有很不同呢 對我來說沒有的 但是我的確有感受到 她有 還是你這一刻會怕說 她會帶來一些 壽美 會不會呢 其實是的 會的 因為 如果真的 即是 爆大禍 或者出什麼事 我一定是 會 即是 選老婆 我很清靜 我不會 那你不怕 她已經說了 她現在愛上你了 你還要跟她一起 那一晚 嘩 那是雙倍的 你不怕她更加愛你嗎 哈哈 之後還有更加雙倍 還有更加雙倍 還有更加雙倍 還有啊 你說 這裏已經很糟糕了 是嗎 即是她已經說愛你 你都知道你不會愛她 然後你還要跟她一起 那一晚 其實 其實 做人 即是我人越大 越發覺這件事 是嗎 很多時候 無心插柳 柳成任 我都沒有打算追求她 嘩她愛到我 死心塌地 我真的沒有 但是她明知道 她都要做那一刻 我就覺得 阿松哥有時候 哈哈 那不是怎樣 即是她絕快嗎 我不知道 你繼續 你說還有雙倍 還有雙倍 後面呢 那 阿蘇神 她媽媽就 在中山一個月 那 都好得七七八八的 那她媽媽沒有什麼事 她就回到香港了 我跟蘇神的關係 又回復 好像之前那樣 但是去到 那時候是 9月10號 是蘇神的生日 我就帶了她的家人 都高級餐廳 就吃飯了 然而她媽媽 停想聊天 然後她媽媽 我就問一下她 iOS 農票 去出院的費用 要花多少 那她就 diciendo 用了yn 他又沒有發聲,但我還轉數快,轉了四萬元 當轉數完後,我們兩個電話也有訊息提示 代表成功轉帳 轉完後,他便開始流眼 他覺得與我的關係不想再涉及錢 但偏偏因為現實問題,他又做不到 他曾經跟自己說過,我的家庭對我應該比較現實 因為他媽媽這件事,令他愛上了我 他們說自己很矛盾,不知道應該怎樣擺位 也不知道我會怎樣擺位 在哪個位置 那整個生日法 我笑不到他回家 他就說公司有些特閥事,要回公司出來 那我就離開了 其實我公司其實是沒有什麼事的 但是... 他感覺到他的愛未必是他擺位 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怎樣面對 我聽到很心痛 很心酸 那你打算怎樣呢? 我就是不知道 我就是想問你們 就是... 我們是一直都有見面的 就是我和Susan 都繼續幫他做 當然... 是又繼續搞事 但是我們沒有再說過這個話題 我也知道他在等這個答案 是 但是我真的給不到答案 我寧願你狠一點 就是... 當然啦 即不必說一刀切 就是你起碼可能... 看看可不可以幫助他真的去讀一些東西 他起碼可以在經濟獨立下的狀況下 再和他慢慢fail out 即是我不忍心 就是... 不要跟我說不忍心 你做的事情對我來說 我覺得更殘忍 你明白嗎? 即是... 即是... 有時候我說我不受追 就是因為... 我知道我不喜歡你 而你不斷付出 你知道我越來越沉 我現在跟你say no 其實對你來說是好一點的 因為你後面就會覺得 我付出了這麼多 或者是我越來越... 我都離不開的狀況下 我再跟你說say no 那時候你是不是更虛 如果剛才... 阿松哥你這樣問我呢 我就... 我就會想一刀切啦 那... 即是... 你可以給他多一點點 你拿十萬萬出來啦 即是給他一筆錢 到過那個時間 一個突然間沒有了我的一個日子 是的 即是... 你家裡有什麼投人生慶 買藥啊 爆水喉都可以叫師傅來做啦 那就不要再叫我了 那你扔下十萬元 撇脫地就離開 但剛才Mika這樣說呢 我又覺得有他的道理 那你不如呢 扶一扶他去做正行 嗯 讓他有生活技能就不用做妓女啦 那跟著你才慢慢飛歐離開 但我覺得你可以直接點跟他講 你的想法 即是你說某程度上 你的選擇一定是高 我寧願你直接點跟他講 但是我知道你的狀況 你的困難 嗯 我現在馬上扔下你 你很辛苦的 是的 那不如我幫你去找一個你想學的東西 或者什麼 你有個技能也好啊 是的 但是扶他這個階段呢 你可能在那個叫做 要疏離一點 是 不可以忍不住給他四萬元 是 不是 四萬元錢 即是可以慢慢逐一點 逐一點減少 你不可以無緣無故又跟他上床 嗯 這樣 你看到那些女人的 跟他上床 他以為自己很有情感 你聽到的 你這樣貶低我們 不是 人是情感 動物是你對無情 我知道 總之anyway 女性有這樣的特質 起碼我聽到Susan真的有這樣的特質 這樣的特質 你想想那天 即她 你跟你送 即扮男朋友去醫院那一刻 她多開心 她心裡那種的溫暖 簡直是刺熱 然後你晚上跟她搞一場 那一場的意義和平時很不同 你知道嗎 即是我現在聽到 都感覺到 夜晚那一場的花魂蜜語 不是純粹SAS那麼簡單 是真的有愛 你明白嗎 是有感情有溫靈 明白 所以這些 就慢慢要少一些 慢慢疏離 一個朋友 或者一個老朋友 可以有老朋友 我覺得最重要是從那裡 你不能再 有時候我覺得男人都是這樣 即有時候有貪圖一下 別人的身體 即我都給了這麼多 那去一下吧 我覺得你真的要 要懂得收一收 這件事 是 Hankyさん都有類似經驗 真的 是 當然不是一個個案 而是說 這個女人很狠 她還不錯 她很喜歡 這樣就不要收拾 把她借掉 但是 就令到這件事更加複雜 是 其實我擔心的是 我怕她是一個女生 那你 要整個街上這麼多女生 你不擔心 你擔心她 你擔心 你擔心 神不給錢 陪你聊電話 對 陪你聊電話 我現在陪你 Hankyさん陪你聊電話 現在 是 是 是 好 有空給2萬元 Super Thanks 給我們頻道 是 是 還有她 將來她 即開始 她現在都開始 你說年紀大了 開始年老識衰的時候 她沒有找到另外一半 是因為你 是因為你 那你到時真的 害死她 很大責任 林修善前 你有沒有話 想跟Susan說的 有30秒的 空白的時間 這集給Susan看都好嗎 我不知道 我覺得好的 我覺得OK 即如果你已經面對現實的話 OK 好 我30秒 重過你看看有什麼跟她說 可以沒有的 如果有 你會跟她說什麼 Susan 的確 這一段時間的 相處 的確 她很開心 你令到我 有回 以前那種 西國愛的感覺 我都 很 害怕 你以後的路 很生氣 但 我都承認 的確 我自己是有 猶豫不決的 我都明白 剛剛聽完Anki先生 和Mika說 我自己是有這個 責任 所以 接下來 這些日子 我會做一個好的決定 做一個正常的決定 就是這樣 希望 希望你可以做到 好嗎 就是做一個好的決定 對大家 長遠來說 都有好處 男人所謂要承擔 不是只拿錢出來的 你年紀讓她大 你可以讓她更加有 人生經驗 你應該讓她看得更加遠 不要今天讓她開心 然後十年後讓她 恨美一生 好嗎 OK 多謝你的故事 希望下次再聽到你的聲音重說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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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拜拜 我呢 人越大 自從中學 大學年紀之後 人越大 我越明白一件事 以前真的不相信 電視也有說過 就是看劇集 電影也有說過 但也不相信 就是你真的愛她 有時候真的不是要擁有她 有時候真的愛她 你應該更加要放手 你知道有些選擇對她來說 反而比較好 嗯 留她在身邊 如果真的害了她的話 你是不是真的忍心這樣見著呢 嗯 如果你很肯定 你理智清醒 告訴你 你去放手 讓她走 甚至讓她愛其他男人 是更加好的話 那你應該讓她走 是啊 是啊 好啦 今天就講了 松哥的故事 人生的愛情道路是多麼複雜呢 講了兩個小時 我們現在錄一個小時 上次錄了整個小時 唉 有時候看到她們的故事 覺得我自己很膚淺很簡單 哈哈 是嗎 我聽到很多故事 你不要裝模作樣 哈哈 她這個很 她這個很心酸 是啊 我聽到我也覺得很心酸 是啊 我是Susan的應該 不行 我做不到這些角色 對我來說 我那一刻就覺得自己很卑微 但是 反過來 如果你作為Susan 有一天 我入了Susan這個角色 或者你入了Susan這個角色 你都要清醒 不是一個男人給我四萬元 我就要 他不是不清醒 他之前是清醒的 是松哥做了後面那些事情 他自己是情不自禁 是啊 所以這件事才是最痛苦 因為你知道 你知道結果 但是你控制不了自己 我知道自己不應該 但是忍不住去做 對 做人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明知道不對 但是又要去做 然後明知道做完就會越踩越深 希望Susan有一天 你可以回復過來 過你自己的生活 希望也祝福Susan 祝福松哥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以上節目是經過生戰的 如果大家想看足本版的話 那就要快點加入會員 加入會員之後 還可以加入我們的TG Group 裡面有二千個朋友 跟你一起聊天 還有分享過故事的主人翁 都在裡面 那現在快點訂閱和加入會員 我們下集完 然後我們下集完會員 在推特兒的活動 走路 我們下集完會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